首先欢迎大家来到今晚Subgir的入门课第15期的第5次的Office Hour 我是来自OneBlock的Emma,也是今晚的主持人 已经来到直播间的同学修改一下自己的昵称,改为学号加姓名 在这期间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Office Hour 为了帮助大家集中解决学习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 并且和老师助教有一个互动沟通交流的机会 我们每周会组织一次线上的直播大一 时间在每周五的晚上八点 那每次的直播大一我们会邀请当节课的讲师 还有当周的助教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大一当中 会提供一个直接沟通的机会 那也是为大家的学习和认知,打下坚实的基础 那因为我们每次的课程是入门的 本次的课程是一个入门的内容 那后面还会有进阶课内容 那所以打好基础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本次的直播答疑会分为两个部分 那第一个部分由助教老师带来的技术分享和课程回顾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QA的答疑环节 会有助教老师以及助教来给大家解答学习当中遇到的问题 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文字发在评论区或者是在QA的环节 开麦进行提问 那我们开始今晚的活动 那这一期的话我们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我们的课程助教老师 凯超老师和我们本周的助教老师 李一岛助教 那今天先由我们的助教来给大家进行第五课的技术分享 那在此期间你可以随时发送问题到评论区 我们会在QA的环节为大家一一的解答 那接下来我们请助教打开麦克风和共享屏幕 开始今天的分享 能看到吗 可以的 OKOK那我就开始了 好 大家好 然后咱们今天的话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五课的一个内容 然后第五课主要就是带大家去制作一个PoE一个最简单的一个Pallet 然后 然后我这里的话 先是先是带大家列取了一下所有在当这一次课程中用到的一些红 然后他他的作用就是是帮我们去简化的一些代码 他对于每一块东西他都会去自动化的生成一些通用性的代码 比如说我们会在整个Pallet的模块中的外层去 去使用这个brainspot中的Pallet的红去定义 然后如果它是个配置项 那我们就会用这个Pallet的config去定义 然后如果它是就是一个Pallet结构体的话 那我们就要去声明这个 然后包括如果你想在Pallet上去存一些数据的话 我们在声明完数据的类型之后 我们就需要在上面去加上这个Pallet storage的红去声明 然后包括包括event红就是去美举你当前Pallet中所用到的各种事件 然后以及你如何触发这个事件 用这个deposit的event去触发 这个都可以自定义去配置 然后包括arrow的话也是一个一个美举项 然后大家就是可以在里面自由配置 我当前中可能会存在一些报错信息 然后下面的话主要就是靠就是 是你Pallet当前Pallet所需要去调用的一些函数啊 像是一些功能 这样子的话 整个模块你就可以自由的去组合在内线上一些逻辑相关的 然后 然后实际上这次代码它并不会很难 比如基本上都是属于一个模板代码 比如说我们现在声明一个Pallet的一个模块 然后在上面去定义它的红 然后我们在里面会去引入一些预设相关的数据 然后我们会配置一个配置项去从这个基础的config中去进行派生 然后这个event我们可以就是相信说是也是算是一个模板化的代码去使用它 然后包括我们会在这里自定义一个常量 这个常量就是在那个页面中咱们就能看到这个常量它具体的值 然后包括咱们会从一个map数据结构 用storage去包裹它进行一个定义 然后我们当时还定义的create,rework,transfer的三个 transfer的是那个作业中的 这样像说刚定义完之后你就可以通过deposit的event去触发这个事件 去向这个页面啊或者这个数据去请求 然后包括包括信息 然后核心的话就是它有上科上的话有两个调用函数 一个是create就是创建一个存证 刚开始的话我们需要去确认这个存证它是否被签名 然后拿到当前的账户ID 账户ID拿到之后我们就要确定当你想存的这个存证是否已经存在 如果存在那我们就我们就去抛出这个错误 如果不存在那我们就就去进行一个插入 插入这个存证 然后通过账户ID 然后跟它的block number 把存证进行绑定 然后最后我们就是发送发送一条信息给这个页面 然后第二个就是rework 它逻辑其实差不多就是像说你刚开始 我要去判断这个交易签署的那个用户账户ID 然后再再从账户ID中我常常试着去拿这个clean 如果拿不到那我就抛出这个错误 它不存在的这个错误 那如果拿到了 那我就要看当前的这个clean所属人 跟当前的账户ID是不是同一个人 如果不是同一个人 那我们也应该要抛出错误 那如果是同一个人 那我们我们就是直接去删掉这个clean 就结束了 然后最后最后就就发送这个事件 然后它 我这里我还特地去expand了一下 它其实就是 是它会把隐藏很多一些细节 就是从我们的这个整体的一个pad开始的话 像这些它会给这个pad struct 它会去继承一些一些一些clone嘛 eq啊这种这种东西 我们不需要去关心它 它它要继承啊 以及甚至包括我们没写一个pad的 它都可能需要去做这些操作 所以说说这个红它帮我们去做了 所以然后然后它去隐藏了这些信息 然后去进行一个展示 包括大概我这里代码大概100行 然后当我展示出来之后 它其实有一个2100多行的代码 就是大家有兴趣可以慢慢的去看这个代码 然后然后当你写完这个存证的这个模块之后 下一个下一个步骤就是 是我如何去挂载到这个运行时上去 然后它它挂载 之前的话是用那个constructor runtime的这个红去挂载 然后现在的话 是在这个model runtime中 我们可以去去定义 以这个这个type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poe module 然后是属于这个type类型 是这个pad的poe 然后定义完之后 那我们只需要去配置一下它的config 就是我实际上 上这个这些类型应该属于什么 比如说这个maxclean lens 那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定义为是一个三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就是好处就是在pad中 我并不需要去管它实际的一个值 只需要在run time挂载时候去明确指定就可以了 这样子就是更加的结偶 然后挂载完之后 其实就可以进行一个正常运行 然后今天的作业是实现一个transfer的clean 它步骤就是跟另外两个差不多 第一步就是你需要去获取当前的签名用户 然后第二步是你要去确认这个数据存在 第三步就是你要去确认这个数据属于当前的签名账户 然后第四步就是把当前的签名数据 在那个账户信息去设置成 你将要转给某那个账户的信息 那这样子它其实就是一个转移成功的 然后最后就是发送转移成功的事件 然后代码的话 它其实 就代码量其实并不会很大 然后像第一步的话 我们同样也是去确认一个 就是从园中确认当前的账户ID 然后第二步就是拿到当前已经存在的 这个账户的ID的owner跟block number 那如果不存在的话 那我们就会在这里抛出它不存在的这个报错 然后 然后当时 当然跟那个revolk一样的地方就是 我们要判断 它的from跟honor是不是属于同一个人 那如果它不是同一个人 它就没有办法进行对这个存质的一个转移 那此时就 此时它也会报错 然后 如果这个交易通过了 那我们就当然说可以重新 去存 存这个clean 把它变成 你将要转移的这个账户 相当于说我从A账户去转移到B账户 然后其他数据它都是保持不变 那这样子的话 相当于说 在这个proofs这个storage中 那这个clean它的账户信息 就会从from变成to 然后最后就是发送这个event 然后事情就是这个传送 clean的转移它就结束了 对 然后这档课主要就是讲了这些 然后 对 然后Emma 我结束了 pallet和runtime什么关系 pallet它其实就是 你可以去自定义的一些模块 比如说 比如说 咱们这次课上的这个pallet 它就能够去声明 比如说 我想去存这个proofs 存这个数据 存到这里面 然后我想去做一些我自定义的数据之类 然后runtime它其实就是一个整合 就比如说 就是我在这里 我可以把各种pallet去 去 落实到这个runtime上 上 那这样 我启动这条链的时候 我就 就是使用runtime 然后runtime去连接这个pallet 那其实就能够正常去使用这个pallet pallet 也能够正常用 好 那感谢我们的助教老师的分享 那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QA环节 那这边带同学在问 runtime调用pallet写的业务吗 应该是接着刚刚的这个问题 问了什么 runtime调用pallet写的业务吗 就刚刚我们的这个pallet和runtime是什么关系 要用pallet写的 对 是的是的 runtime runtime调用pallet写的业务吗 也不算吧 runtime算 我的理解算是runtime 它就是整合了所有的pallet 然后pallet 然后包括 比如说我们这里不是会有一个常量 那个maxclaim吗 我可以在runtime去 去集成这个pallet的时候 去指定我这些pallet的一些数据 然后当我让它们集成完之后 那pallet它其实就是 是它就能够正常使用的 好 那这个问题的话 凯超老师也可以解答一下 助教说的挺好的 我这儿补充一点是 这个pallet只是这个编程 就是runtime 不是runtime substrate在抽象的时候的一种方式 模块化的一种方式 最终它都会 不管是pallet还是runtime 这种抽象的词汇 都会编译成walsum字节 这个runtime只是抽象的这个walsum 的抽象的这样一个术语 然后pallet只是这个walsum 其中的某一个模块抽象的一个术语 然后在substrate里面runtime还会去 把这些不同的pallet组织起来 就是组织的工作是交给这个 runtime labrs 这个原文件来做的 然后它整体还叫runtime 好 那大同学这边 看有没有解答你的疑问 好的那还有同学有疑问吗 可以提出来 或者我直接开麦 那大同学可以语音吗 可以跟老师直接沟通一下 runtime和pallet之间 是一个聚合器 跟一个离散模块的关系 它没有调用 pallet每个模块之间 可以互相依赖互相调用 然后runtime是整合不同的模块 然后可能会在整合的时候 添加一些配置的参数 不需要去调用这个pallet 好的 那好 如果说还有关于这一块的一个问题的话 待会可以之后在这个学习群去提出来 好的 那还有同学有关于我们第五课的 这个课程视频内容的一个疑问 都可以提出来 王同学在问 这个案例就是编写pallet模块 它主要用来管理存证是吗 存证什么的这些概念 还是理解不透彻 要怎么学习 海超老师可以解答一下这一块 存证是一个比较fancy的说法 就是一个东西存起来 加上一个证明 然后 它你像在传统行业里 你像有一些 一些一些重要的文件 都需要一个公证出来 公证 但是区块链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不可篡改 所以说一个证明 一个文件 一个文件 一个存储的一个像 上到链上 这个链本身就给它证明了 因为它的时间戳 都能体现出来 并且 并没有人能 没有人能篡改 它上传的时间 和上传内容 所以 它是一种证明的一种形式 这概念 我觉得没啥就是特别需要去 就是深究的或者 抠的 你只需要去 理解它这个业务 背后的一些逻辑 或者需求 其实就可以了 针对于不同的需求 它可能会 用到某些 词语或者概念 其实不需要 就是特别 细究某一个 好的 那其实我们的 离港铸造 也可以分享一下 自己的这个学习经验 可以跟学员们分享 分享 学习经验 大家其实就是 去看 Substrate中的 Pallet吧 对 它里面 就是官方 官方那个 Pocato SDK 那个Substrate中 它其实也有很多Pallet 比如说 我记得课上 也有提到过 比如说 Substrate这种 非常简单的 大家可以慢慢看起来 它并不会很难 然后慢慢理解 对就这样 好的 好 那观众姐看一下 有没有解答你的疑惑 好的 那 同学们还对 第五课的这个视频 有没有什么 比较觉得困难 学习比较困难的地方 或者是没有明白 没有不清楚的地方 都可以提出来 目前我们Task3的一个作业的布置 其实已经发布了 但这个部分的话 可能更多的 跟我们第六课的内容相关 但是我们第五课的内容 大家还是会 还是需要去照常的去进行学习 然后在这个里面 如果有不清楚的 那我们就在本次的这个直播 可以跟老师跟助教 我们一起来解决 好 那还有同学会有这个疑问吗 好 那如果说 没有同学在进行提问的话 那我们 本次的这个QA的环节就 结束 那最后的话 提醒一下大家 那首先Task3 我们目前已经发布了作业内容 截止提交的时间是 7月19号的24点 也就是下周五的晚上24点 那超过截止时间提交的同学 就没有Task奖励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下周五 24点之前进行Task的提交 那第二个 Task提交时候 请一定填写好自己的学号 并附上自己的钱包地址 提交之后在群里面进行接农 另外Task的奖励的这个部分 我们提供了两种的 发放奖励发放类型 供大家选择 一种是即时发放 另一种是集中统一发放 我之前已经跟大家进行同步 如果还有同学有疑问的话 可以来咨询 那第三点 提交了Task任务的同学 可以在朋友圈推特上 进行学习打卡 发送截图给Emma 可以获得每周的学习打卡积分 累积三次的学习打卡 可以获得DOT奖励 并且参与我们Z类榜单的一个积分 那第四 第六课的课程视频 目前今天早上的十点 已经进行了更新 一共是一个视频 大家可以在本周末的时候 去安排时间观看学习 那第五点 我们本次课程的迷你黑格松 相关的信息已经正式的发布 也已经正式的启动 7月17号 也就是下周三的晚上8点 我们安排了一场workshop的直播 对本次的迷你黑格松 进行赛题解析和优秀项目的分享 那想要了解本次迷你黑格松的同学 可以在下周三晚上的8点 来观看直播 大家也可以针对本次的黑格松的 这个相关的内容 可以去进行一个提问 那之后的话 如果大家还有学习问题 可以在群里面及时的提出 也记得去爱特老师或者是助教 好 那我们今天的office hour就到此结束 大家也别走开直播答一之后 我们是cluse关节 我们会以抢答的方式 陪大家复习第五课的知识 那参与到quiz抢答的学员 将获得个人积分 那每周个人积分第一名的同学 将获得红包奖励 大家可以加油在抢答 那最后感谢我们的老师跟助教 同学们也都辛苦 我们预计十分钟之后 在群里进行quiz的问答 那我们待会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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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雁